那么下面咱继续 刚刚呢咱们是给大家说了一下 这个TCPIT协议 是不是它是一个协议族 是不是有很多种协议了吧 简单言之有很多很多很多种协议 那么我怎么知道哪些协议到底是干什么的 其实同学们不要去纠结这个东西 你将来想要去做的时候 用到什么协议 你自然而然的就知道 你接下来要去查资料了 那么接下来呢 为了咱们从整体的效果上去看一看有哪些东西 咱们学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呢 叫做YSHOCK 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牛叉的抓捕工具 我呢已经给大家的这个课件里边啊 在这个地方呢 已经放了一个什么什么ESE 没错 这是Windows版本了 言外之一 Linux和Mac用不了 用不了 终于有个东西Mac用不了了 是吧 但是不好意思 Mac有Mac的版本 只不过很难装而已 也有 Mac有啊 只不过很费劲 需要先装什么X11的一个东西 好了咱们 回个头 回个头来看 YSHOCK是个什么东西呢 一个抓捕工具 那么安装的过程呢 这个咱们马上就让大家 试一试 安装你肯定会 双击这个图标 是吧 你懂的是吧 一路NES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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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独有一个地方呢 我需要给大家讲一下 就这 过一会儿你在安装的时候 如果到了这一步 切记一定要把这个勾 勾上 你只要把这个勾 勾上之后 就相当于安排了个间隙 插到你的Windows里边去了 如果你要是没有点这个 你安装的仅仅是一个应用程序的外核 它并没有把一个间隙 放到Windows套户系统的核心里边去 这个相当于一个核心 放到Windows里边去 直接插进去 安排个间隙进去 那么对中 它就可以抓取数据 供你的界面去展示了 也就是说 接下来就一路NES的 接下来没有什么好说的 运行起来之后 这个就是界面 如果刚刚你那个对号没有勾 将来这里边绝对 一点用都没有 因为这个东西呢 是需要展示抓到的数据 这个只负责展示 那个才负责抓取数据 那么对中运起来 这个哥们能够干什么呢 当你运行的时候 对中的现象是能够看到这个东西 那人说一点都不炫耀 这些东西都是数据包 你的电脑上的所有的数据包 包括QQ、CQ、微信 以及什么什么什么的数据包 全部都在找 它能够把你电脑上 注意了 你电脑上所有的数据包 只要是它感动网络 你一定能抓到 这就是这个软件的一个核心 那个功能 通过这个东西 咱们能够干点什么事情呢 每点一行 咱们就可以去分析这个数据了 你不是想知道 QQ发过来是什么吗 你不是想知道 你浏览器去请求的时候 到底发的是什么吗 没问题 你点它之后就知道了 好 那么接下来再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 把这个软件按上 咱们接下来体会体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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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